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下有一根绳 然后呢一直没有人剪 然后我呢把这根绳剪起来 慢慢慢慢往前捋 哟 发现这个绳后面刷着一头牛 在里在里把牛拉过来以后一看 哟 牛后面怎么还有一挂车 哎哟 天哪 这车上怎么还装着金银财宝 还有美女呢 茫茫大山里 君肖南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记者一路跟踪拍摄 从云县县城开车将近三个小时 踩到了半山腰 此时还拔达到2200米 没有了公路 只能徒步爬山 君肖南使出了他的独门上山招法 还让记者也试了一下 我们就自己想的办法 我们上不去怎么办 我们想起红军过雪山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马尾巴牵着 你这一条命就有了 你看 这样拉着你的腰 这已经是最好的装备了 我们就上山了 我们走啊 天哪 这不是骑毛流 这是被毛流脱着走啊 这要怕走啊 走到山顶再返回 需要徒步将近十个小时 经常爬山的当地人不在话下 君肖南从城市里来 而且已经年过五十 根本上不去 如果骑驴上山 坡度太大 稍有不慎就会摔下驴背 他这才琢磨出用毛驴拖着走的办法 记者也用这个办法 却发现很难掌握要领 我怎么觉得毛流拉着还是挺累的呀 我告诉你怎样啊 看啊 让它挂在腰上 你它躺在这个袋子上 让它拉着就像做胎是一样 你光拽着两个绳 它不吃劲啊 哎 这太舒服了 就等劲多了这样 少了毛驴 哎呦 躺在袋子上 哎 太快了 躺着 天天在大山里转 穿淡也和当地村民没啥两样 别人可能想不到 居硝南原本是北京城里有名的文物商人 见过无数奇珍异宝 一笔交易就是上千万元 早已看待了伤害臣服 这样的一个人却偏来大山里吃苦 当地人都说 这个居硝南有点神秘 也很让他们佩服 都佩服 在一种山路 嘴不习惯了 这一种鬼城 我是无法在嘴巴上写过 对 好像是跟产生这个路级一模一样的 高血压嘛 痰尿病嘛 但它处着拐杖拉着那毛驴的镜头 其实我心里是特感动的 对我感触是挺大的 为了追求一个事业 不计危险 这样进到山里 其实我心里是特感触的 好了 走 我们忙 身临身重 四年前 居硝南发现了大山里的一样东西 他开发后 现在身价倍增 人人好奇他为啥就能成功 居硝南告诉记者 半生闯荡 他已经雾透了创业秘诀 说句不客气的话 不管选什么行当 他都能守到秦来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山深处 他发现了什么呢 给你们走 大自然给你们铺就的天然地毯 居硝南是靠经营文物起家的 他原本在商务部工作 1994年辞职经商 居硝南大学学的建筑专业 对文物一窍不通 别人觉得他干这行是开玩笑 他却认为不管什么行业 只要做到一点就能成功 你选任何的一个行业 里面他都有他最本质的东西 然后一定彻底的把它彻底的搞清楚 不搞清楚你就不能罢休 你这种究竟的精神 你只要把它彻底的搞清楚了 那你就一定就上了一条正确的轨道 当你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也就成功了 居硝南拜国内最顶尖的文物专家学艺 以佛像为主进行研究 他还自费到世界各地去看佛像 三年时间 他跑了十多个国家 看了几千尊佛像 家人说他已经研究到了 走火入魔的境地 三年过后 居硝南已经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他从国外收购了几批珍贵的佛像回国 有的还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他赚到了钱 也在行业内声名雀起 他引导咱们国家的一些重要的文物回流 比如现在展身在国家博物馆的 北宋的两米高的木雕观音 这是一件国的重器 另外还有两匹 一个是龙门文物和云岗文物 打拼十多年后 居硝南开始隐退 文物只当作爱好收藏 过起了闲云野鹤的悠闲日子 2010年 居硝南想要再次出山 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这一年才49岁 他觉得自己还年轻 想找个新的项目干干 他在北京考察过房地产 到缅甸考察过金矿和宝石等等 还时不时就往云南的大山里跑 朋友们都有点意外 那些区域很少有人进去 没有基本的生活条件 特别是一个有钱人 生活过得比较优越的人 要放弃都市的生活 到那去吃那个苦 很难 一般人做不到 很好奇啊 我们要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宝贝打动了他 让他不惜远辙千里去跑去发现这个东西 朋友们原以为 居硝南是一时兴起 找个东西玩一玩 没想到他非常投入 经常离去云南就是一个月 在野外只能吃干粮 偶尔捡到一个鸡蛋 都成了他的美味 几个 两个 两个 这可是最好的东西 哎 我觉得就这样生吃 它是最富于营养的 而且味道非常的鲜美 那当然生吃啊 能生吃 这个炒的吃就可惜了 炒的吃就可惜了 炒的吃就可惜了 味道非常的鲜美啊 这是纯粹的大自然施语的食物啊 炒的 哇 吃得很 有一个唇子 很有方法 明天给你们炒菜吃 居硝南告诉朋友 他进大山里 是要去看一种宝贝 居硝南搞文物多年 什么样的宝贝没见过 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他呢 2010年初 居硝南来到云南林仓 他在当地招聘了十多个村民 配备了两辆越野车 往林仓市各个县的大山里跑 当地村民劝他千万不能进 以前有人进去 就曾遭遇生命危险 大山里有黑熊野猪等动物出没 村民谈之色变 但是居硝南却说 只要他想干的事 天大的危险 也不怕 2010年5月的一天 居硝南的人马在森林中穿行 前面开刀的员工 往树林里一看 发现了可怕的一幕 距离黑熊只有五十米远 如果他窜过来攻击人 一长下来半条命就丢 开刀的员工吓得腿都软了 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原地站了两分钟 幸好黑熊自己走进了森林深处 居硝南离现场有一百米远 开刀的员工慌忙跑回来找他 员工说不能再往山里进了 赶紧回去 居硝南却说 跟着他干事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 所有的动物一看到人 他首先都跑 所以我们金山紧拿个棍 你发生点响声 基本上就跑了 人生不能见得困难就拐弯 那还是我绝不允许的 碰得困难就必须往上上 这毫不犹豫 你要能干 必须给我坚持 不干 现在就回家 同志们走了 经过这事 当地人都知道了 北京来的居硝南 胆子比天大 他为什么非要冒险济山呢 原来2009年初 有位云南的朋友去看望居硝南 还给他带领一样东西 他一看是晒干的树叶子 一喝 味道让他感到很新奇 哎呀就是一堆树叶子嘛 那你喝它呢 就觉得非常的纯净 而且它是完全是自然的东西 所以你喝它的时候 你真正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像你走进了大森林 你闻到的那个味道 居硝南一问 这是从古茶树上摘下了叶子 直接晒干 没有经过加工 居硝南喝过很多种茶 但没有加工的茶树叶子 还是第一次喝 这种让他感觉新奇的野生茶树叶 当时在林仓各县的市场上 几乎没人愿意收购 这个野生茶 我们知道 它是大山里面采来 但是可能是有 才方便有吗 我们不知道 以前为什么不收啊 不知道 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销路 你们其实也不收也不喝那个 我们不信喝 会啥呀 很拉肚子 拉肚子啊 嗯 野生茶树在山林中零星分布 采摘困难 而且因为没有经过人工移植和筛选 有的叶子味道清甜 有的却很苦涩 因此当地很少有人收购 有些村民自己摘点 还要掺进自家的台地茶里一起卖 在当地人眼里 野生茶就是不值钱的树叶子 一开始居硝南也疑惑 这里面有没有商机呢 从2010年到2011年 两年时间里 居硝南阅读茶叶书籍 请教国内的茶学专家 品尝各种类型的茶 越研究 越迷上了茶 我今天来找他有正式说 通常都是我说20分钟正式 剩下三个小时他来讲他的茶 就是每一次都是这样 次次不变 喜欢一个东西 全身心的投入 这就是一种精神 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没有这种精神 做不了这事 也发现不了这个宝贝 花了两年功夫 居硝南品茶说茶也研究透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茶 买翡翠看坑口 喝茶看山头 先看你生长在什么地方 你这个环境 在生态学九大标准上 你能符合多少 这就才确定了你的茶叶 出产的品质的好坏 那么在我们临仓地区 我们研究发现 符合的九条标准 最多的地方 就在我们临仓 临仓山区 年平均气温17摄氏度左右 气候温和光照充足 非常适宜茶树生长 在海拔1750米到2800米之间 保存有上千年的野生茶树 知道了是好茶原料 居硝南却不让员工摘茶叶 而是给他们布置了一项任务 数清楚大山里 有多少棵野生茶树 这让员工非常不理解 太绝了 曾经的一进山就一个月 半个月 带着农户背着干粮 曾经在山里瞎撞油 心里其实根本没底 到底要干嘛 其实就是说看这个东西 你去看一下 光数数量有什么用的 大家笑话居硝南 但居硝南却说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直接关系到今后的成败 一定要究竟到底 修定下去 不达到目的 不把修 安安心心的 不受干扰的 没有经济诉求压力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安安心的把事情做好了 当你做好的时候 这也应该 应该叫做磨刀不误 砍柴工 茫茫林海 要查清楚一种树的数量 极为困难 我们两个抱一下试试啊 哎呦天呐 我这够不着 我还够不着你的手 这个太酥了 这上面这都是什么呀 树苔是吧 对树青苔 森林里大树很多 但这些都不是居肖南要找的 他看上的树生长分散 有时几十亩地才能找到一棵 他带领员工 一座山一座山的爬 一棵树一棵树的茶 进行地毯式调查 太难找到这棵树 太艰辛了 车都跑烂掉 车都跑烂 已经烂了一步了 从心里面来讲 对它来讲 有佩服感 还有一个就是 特别的那个崇拜他 崇拜他呀 对 好 今天我们去山上 走 就行 然后就带着 就一起去了 镜头很急 对 2010年找了一整年 这项工作还没结束 在山里喝泉水 吃干粮 睡帐篷 当地人都觉得苦 君肖南却总是乐呵呵的 而且他还觉得挺享受 来吧 进入大自然 我的人上面全是树 就棒了 高一点 那没准弄一个绝的 为啥要摆这造型啊 这叫人自然 啊 紧密相依嘛 哈哈哈哈 我们就叫睡在自然中 睡在大自然中 哎呀 你这空气一口呼吸 简直是 这才是空气啊 从2010年初到2011年底 整整两年过去了 君肖南和员工爬过了上千座大山 用惊人的毅力查清了数量 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 一生茶树有20多个品种 只有一种树叶不苦涩 君肖南要找的就是这种茶树 经过两年调查 君肖南发现 他要的这种茶树 在林昌地区有一万多棵 这个量非常适宜开发 你今天创造一个品牌 明天就满街都是了 那就没有意思了 你如果是凤毛麟角的一点点 那只有那么一点点 那你没有什么用 它就没有社会意义了 那我们现在一万棵呢 就勉强可以提供一年一吨茶的数量 从2010年到2011年 用两年时间究竟到底后 君肖南觉得野生茶树资源稀少 非常值得投资 而且此时他已经迷上了茶 于是决定全面开发 但他没有想到 历时两年找到的茶树叶 他试变茶的所有加工方法 味道却让他很失望 难道这种茶叶 真的是当地人眼里不值钱的树叶子吗 他该怎么办呢 慢点啊 注意安全 速度太快了 你这 2012年初 君肖南找到林仓市的林业部门 承包了一万多亩森林 他出前聘请护林园 平时对森林进行管护 采茶季节保护性采摘 每年只在春天采一季 一棵大树只能采下一斤多鲜叶 还有三万多亩森林 属村民所有 君肖南和村民签订合同 给他们发工资管理森林 采下的茶要全部卖给他 承包森林后 2012年4月 君肖南请来茶艺师加工鲜叶 本想这下子能做出一瓶惊人的茶 但是结果让居肖南无法接受 他带有了人工痕迹以后 反而没有这个完全没有汁的茶好喝 我们做事情比较究竟 你造物主应该给了他一个 最适合于他的东西 我必须得找到 有了疑问没弄清楚 必须要究竟到底 两年时间 居肖南请来国内十多位制茶大师 用各种制法做了及时款茶 味道都不满意 后来他突然醒悟 茶叶加工是为了去除苦涩等不良口感 自己的茶本身清甜 不加工更能体现他的特点 他把鲜茶叶放在竹架子上 放置四到五天水分晾干之后 再拿到室外晒上两个小时 茶就成型了 这样子做出来就保持着它 最天然的味道 他就像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 一个天然丽质的美女 他已经不需要任何修饰了 真正反谱归真的一种极致 要做就做到极致 2014年1月 居肖南的茶在北京亮相 这也是他举办的第一场茶叶品鉴会 因为一年只产一吨的茶叶数量不多 他就采用品鉴会的方式来销售 把茶拿到北京一些会所里 他亲自讲解 听了喝了 不买没关系 爱上了这种茶 你再买 这种茶是纯自然的 那么当你端起这款茶的时候 真的你就有如走到森林里的 这是我第一个喜欢他茶的 就是只有这么多茶 只有这款茶能让我有这种感觉 居肖南的茶叶一斤过万元 一个多月时间销售额就超过了一百万元 居肖南告诉记者 下一步他要在云南建一个古茶树庄园 提供吃住油服务 如何最大限度挖掘野生茶的价值 他还要继续究竟到底 这也不好 好凉的山泉水啊 往时代 包括现在的生活节奏那么快 整个社会变得比较浮躁 沉不下来 你看看书也是个潜阅读时代 掌握什么知识 你可以网上一搜 然后你好像什么东西知识 你获得都很容易了 你变得很容易的时候 反而你就不去追究了 那么谁真正能够沉下心来 那就是寂寞 好好的去把他事情搞清楚 可能你说愿望的那个结果 也就到来了 半生闯荡 居肖南总结出了他的创业秘诀 那就是究竟到底 什么事情不研究透彻 不罢休 他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 不管选择什么行业 都能够成功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 央视网浏览查询 好的朋友们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 全家人辛苦积攒了 三十万元积蓄 父母和妻子一心要买房 他却铁了心要创业 2007年 他拿三十万投入养羊 不到半年 羊价跌到谷底 而房价却不断上涨 小家庭从此迎来大风暴 房价上岗的令人眼红 他深陷养羊危机 倍感心痛 七年间 房价翻了三番 买房还是创业 看湖州的费民风 最终会给你什么样的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